總統二度出訪 英采專案精心準備禮品 但這隻猴子滿座樹枝 充滿台灣特色的瓷器藏品 卻引發爭議 送給薩爾瓦多 可能有些不妥 資深媒體人批評 花瓶上都是猴子等於罵人 無知 老歡丹 和我們常用的豬字相同 薩爾瓦多 甚至是整個中南美洲來看 它就是人家感覺 就像是說老歡丹 就是比較無理跟無知的 所以你很少在這個中南美洲 看到以猴來當作是一種 吉祥的一個象徵 薩國動物園一樣能看到猴子 不過當地人不愛 曾因主持外景節目 在中南美洲待上近 兩個月的國民黨立委 柯志恩印象深刻 那時候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兒子屬猴 然後發現說本來想買一個 猴志平給他 就發現他們沒有這樣的東西 後來他們才告訴我 因為猴在他們那個國家裡面 當作是一種 比較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是一種比較是 無理 老歡丹的這種意思 送禮送出問題 不過負責準備禮品的 安達窯公司 商品主打台灣特色 像地質淡水河 都曾出現在窯氣上面 先前馬總統出訪 也用他們的商品 蔡總統送禮千萬要送的小心 寧可沒有特色 也不要因為為了凸顯特色 而犯了該國的禁忌 綠委也認為不妥 外交部則解釋 會附上西語說明書 告訴薩國 常壽侯 常清 常壽的吉祥意義 蔡政府上任後 已經斷了一個邦交國 外交上陷入困境 想用送禮展現友好 外交部可得小心再小心 記者黃明居 張雷浩 台北報導